事隔半年 不少观众都来到戏院 想再次感受大银幕 观众看得开心 但对戏院负责人来说 重开要面对的困难 一点都不少 所以是一个硬件的故障 疫情期间机器停止运作 停止运作之后 硬件就会受潮湿的环境影响 会有硬件的损坏 氧化就会损坏 全部搞成10万 现阶年我们肯定不考虑 因为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重 广州这间戏院 疫情那间停业了半年 期间没有收入不得止 还要每个月 正涉万多元的租金和水电 重开除了要维修设备 还要跟随当局的防疫措施 包括和全国的戏院一样 每场戏只可以开一半的座位 之后就要消毒和清洁 和禁止在场内饮食 现在来到戏院柜台 是买不到飞的 因为在防疫措施之下 要买票就要网上实名登记 输入个名 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才能买到票 疫情未过 票房都未如理想 饮食的收入都少了一半有多 戏院负责人说 他们现在虽然可以打开门做生意 但就做一日 一日票房大约三四千元左右 你扣除各方面 再分账下来 就得一半左右 你一日才赠一两千元 其实是不维持到这个成本的 你可能人工这方面都不行 那个上座率是只有7%的 我们是肯定要做到15%以上 我们才可以保半 低这个数据我们也要亏损 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 真是虚本经营 就看你吃多少 为了折散开支 戏院的营业时间缩短了7个小时 放映场次都要减半 看回全国戏院7月的票房 只是有大约2亿 每日平均票房比上年同期跌了9成 加上疫情未过 不少制片方担心很难谷起票房 所以有原定年初上的片 拖到现在都还未上话 郭先生说 他们在疫情期间没有炒过人 但人工只可以出基本人工的八成 现在不知道 戏院何时才可以恢复昔日风光 他都说唯有见步行步 其他路可以走 我们处于这个位置 是必须要去尝试去做这件事的 大家都抱着这个希望 我们真的没得解外 是必须要开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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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